2015世界特殊奥运会将在7月25号 在洛杉矶盛大的登场 筹备工作进入倒数计时30天 全世界177个国家 期间多名的运动选手将参与 田径 游泳 体操 篮球跟足球等竞赛 而中华代表团80名的选手 将在7月21号大军压境 南加州广大的台桥 已经组成庞大的后援啦啦队 为中华队加油打气 我们的选手在这边比赛的期间 我想我们这边的侨胞都会热烈来支持他们 我也知道我们其实很多侨胞 他们已经买了冰票 要到比赛场地来帮我们选手加油 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侨胞 能够来一起支持我们中华台北的代表队 这些年轻人都非常可配 因为他们在身体有缺陷的时候 还能够坚持在运动场上 来做训练 来代表国家出来 来参加这个奥运会 我想也是非常难能可贵 我发动所有我们的侨界 重要的社团 大概三十几个社团 还有我们所有侨务委员 还有侨务荣誉指南天 就是7月22号 由我们大洞三级的大家长 部长帮我们做一个发明宴 中华台北后院会宣布正式起跑 贵宾们一起在大型留言板上签名 为中华队加油祝福 气氛非常热烈 而中华队抵达南加州之后 大会安排他们接待城市哈岡 西埃寺住宿三天 体验美国生活跟文化 7月22号晚间 南加桥界将在哈岡社区中心 举办盛大的欢迎晚宴 为中华队接风洗尘 想要了解更多洛杉矶世界特奥会的讯息 欢迎上官网查询